大家好 图片当中您所看到的是正在开采的一座锂矿 而黎资源呢 是成为电动汽车电池所必须要的原材料之一 锂资源已经成为中美两国面向新能源汽车产业 甚至我们可以说是汽车产业百年变革当中 所必须去争夺的兵家必争之地 于是乎呢 我们看到了当下 全球中美以及欧洲一些国家不断在世界各地寻找资源 开展资源争夺战 而现如今中国方面已经得到了全球锂电池的一个主导地位 特别是在专利方面也是取得了过半的市场份额 为什么我们今天所谈论的锂资源的争夺战越来越重要呢 核心关键还是在于未来电动汽车和汽车产业的发展 正在快速的向前 说到科技方面 我们很多时候会关注到中美两国围绕着半导体 围绕着CPU人工智能AI等等方面的争夺 实际上呢 汽车以及其背后的这个电池相关的科技和供应链呢 也是另外一个中美两国所啊 谁都输不起的一个重要领域 今年全球预计将售出大约1400万辆的电动汽车 电动车的市场份额已经达到了20% 那么有研究就预测呢 2030年以前呢 电动汽车将占据全球汽车销售超过三分之二 那么面向未来呢 这样一个快速增长的领域呢 不仅蕴含着其巨大的经济利益 而且其背后的产业链本身呢 也会引量非常多新的高科技的发展 那么会产生一整套的生态的一个变化 那么这样的数字也反映出 全球电池的需求在不断的增长 因为电动汽车 它最大的这个组成部分 也是成本最高的部分 就是它的动力电池 我们知道呢 电池价格昂贵 是目前消费者却步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们买一辆车 大部分的钱呀 我讲的是电动车 都是买电池了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估计 电池占一辆电动汽车售价的 30%至40% 让电池价格稳定下来 那么将会有助于 推动电动汽车的普及和发展 为了确保制造电池的原材料的 供应稳定 于是乎各家厂商在世界各地不断的插旗 而中国呢 目前处在领先的局面之下 世界其他地方 特别是美国和欧洲的国家呢 正在快速追赶 希望能够弥补出这样的一个差距 即便是在我们的东南亚的国家 我们知道过去呢 印尼作为东南亚的一个大国 和各国关系呢 它始终保持中立 而现如今印尼已经成为中美两国 进行新能源这个电池的资源争夺的一个重要地区 我们看到了印尼呢 拥有丰富的这个新能源资源矿 包括锐矿 包括涅矿等等 美国方面呢 则是特斯拉的总裁马斯克 不断的去游说印尼方面 希望呢 能够得到印尼的资源支持 而印尼方面当然也有自己的盘算 印尼总统佐克在接受美国彭博社采访的时候 明确透露 印尼政府仍然持续与特斯拉的老板马斯克进行商讨 要在当地投资生产锂电池材料 其实呢 印尼方面与中国之间的合作呢 也是非常的深入 很多朋友看到印尼会想到 中国协助印尼建设了亚万高铁 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呢 在印尼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但殊不知呢 中国从印尼方面 也得到了非常稳定的新能源电池原材料的供应 换言之呀 国际合作都是相互的 我们看到了一些方面的内容 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另外一些方面的内容 特别是在当前的 全球电动汽车变革的时代呢 拥有丰富资源的国家 往往呢 是掌握着很大的话语权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一份报告所指出的 印尼的镍的产量占据全球的40% 但目前呢 我们看到镍的这个发展和开采呢 实际上还不足 那么我们看到因为在印尼当地呢 所生产的这个镍呢 叫做红土镍 这种镍材料还需要额外的高耗能的加工 才能够用来制造锂电池 而这样的一种加工呢 就需要工艺 需要工厂 需要工人 需要制造的这个设备和专业的知识 这一点呢 中国方面就有它的先天性的优势 而且我们知道呢 在整个的啊 包括镍资源 里资源的开采过程当中 如果处理不好 也会造成很大的环境污染 还言之 如果技术不到位呢 其实自己自己想来开采来做呢 是很困难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前面所提到了啊 这个中国方面和印尼之间有非常深入的合作 而美国方面呢 接触于特斯拉和印尼方面也有很深入的合作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份图表当中 在画面上 标题就是 2030年之前啊 锂电池需求每年增加三成 也就是每年增长30% 这样的增长比率 增长速度呢 还是非常快的 我们来看 全球锂电池的需求量 它的单位叫做千兆瓦时 如果按照区域来划分的话 非常明显 颜色最深的这一部分 就是那个啊 这个暗蓝色的这一部分呢 我们看到2022年 2025年和2030年的 这个比例占比 那么中国的占比呢 始终都在50%上下啊 这里没有详细的数据 我们来看一个 它的这个柱状图的大概占比 所以中国呢 这个占据全球的一半的样子 那么从增长情况来说 我们看到 在2022年呢 大概是700的千兆瓦时 到了2025年 就能够做到1700千兆瓦时 而到了2030年呢 这样的一个数字 全球的需求量呢 就会高达 4700千兆瓦时 啊 这个占比 这个发展的速度 是非常之快 那么另外一方面 我们看到 如果按照行业来进行划分的话 从2022年到2030年呢 那么它整个的增幅呢 会高达六倍之多 从700直接上升到啊 4700 那么这里面 如果按照行业里面的一些 细分的领域呢 主要还是用在动力方面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动力锂电池啊 当然主要的动力呢 肯定是汽车动力 也就是汽车电池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固定的存储物 还有消费电子产品 比如说咱们在家里面使用的 这个锂电池的啊 相关的一些充电设备啊 等等 那这个占比呢 毕竟还是比较相对小很多 因为啊 这个我们说 这个充电的设备啊 手机电池和汽车比起来呢 那肯定是要小很多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表格当中呢 最最起码呢 他反映出来的一个情况就是 全球在锂电池的需求上呢 未来的很多年 依旧是兵家必争之地 因为稀有的资源嘛 所谓物以稀为贵 镍 锂 和钩 这三样的稀有金属呢 是锂电池的三种主要金属材料 它主要分布的产地呢 世界各地都有 当然主要是在很多的新兴市场 和先驱市场 那么这里面所说的新兴市场呢 也包括印尼 包括非洲 包括南美等各地 我们看到原材料供应少的这个电池价格呢 就会上涨 那么这就影响着电动汽车的普及化 因为价格本身呢 影响着市场的因素 那么这一部分呢 我们能够看到这个过去啊 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我们来说关于涅价分涨的事件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一看 全球当前它整个这些稀有金属 也就是呢 电动汽车电池它主要的产地来自于哪里 我们看到在最上方的啊 红色的上方右侧这一部分呢 是咱们中国 那么这里面看到中国的原材料精炼的产能呢 占据世界的80% 那么这个比例呢是非常的高 对吧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石墨的产量呢 占据全球的60% 这个呢 石墨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石墨呢是电子产业当中 高科技产业当中呢 也是必不可扫的 而除此之外我们看到 那么在中国的下方呢 就是印度尼西亚啊 在东南亚 那么它的占比主要是涅 我们前面说了 锂 涅和菇 都是锂电池生产当中 所需要的三种稀有金属 那么印度尼西亚的占比非常之高 全世界一个印尼就占据了涅产量的40%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看到了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呢 将近有一半的锂矿产自澳洲 啊 百分之五十 那里呢 也是全球第二大的涅的储藏量的地区 那么我们看到 虽然这些区域呢 产自大部分的这个 啊 这些稀有金属 包括左侧的钢果 钢果占据百分之六十八的 菇的产量 所以在过去这段时间 我们提到电动汽车的资源争夺战 总是会提到非洲的这个国家 哎 钢果 对吧 那么原因呢就在于此 啊 还有呢 南美洲我们看到 锂矿的三角洲 就是阿根廷 智利和波利维亚 这三个国家呢 占据全球锂矿的百分之五十八 无论是印尼 澳大利亚 或是钢果 亦或是南美洲 他们都是原材料 而最上方的中国呢 哎 这就是什么呀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啊 它的精炼 啊 也就是说呢 中国从全世界 把原材料采购 买来之后 咱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加工 这里面呢 就包含了一些加工的工艺 还有一些核心技术 对吧 加工之后 就会占据全球百分之八十的产能 那这一点呢 也反映出中国在这一方面啊 在全球所占据的主导地位 那无论怎样吧 我们提到稀有金属呢 总会跟大家说 稀有金属的价格波动 直接影响就是电动汽车的价格波动 从而影响了电动汽车的普及效率 所以大家才会非常关心稀有金属的控制权 因为无论是中美欧盟 或是世界上的其他国家 想发展电动汽车呢 那么就必须对源头供应链呢 有所掌控 像这个去年的三月份 我们知道 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爆发的战争 其实也冲击了全球的电池供应链 当时呢 就造成了涅价的飙涨 那么涅的期货交易呢 一度出现了重大的这个波动 那么门涨250% 突破了每公顿10万美元 那么这样的一个价格 那么同时呢 这样的一个快速的价格波动 就迫使伦敦金属交易所LME 暂停了涅期货的交易 而在那之前 全球最大的涅生产商 也是最近一些年 积极布局电动汽车电池产品的 中国青山空股 当时是建立了大量的空投的头寸 那么来压住涅价的下跌 那可是呢 就遭遇到了这样一个快速的上涨 使它遭受重大的损失 这样的一起 引发国际投资机构关注 那么趁着欧局势紧张 以及涅金属的库存非常低 那么价格波动很大的情况下 趁机将涅的期货价格不断的炒高 这其实就是恶意的金融炒作 所以呢 伦敦金属交易所才会暂停交易 青山空股方面 被迫向经济商和LME追缴的保证金水平 也是水涨船高 引发了重要的金融风险 青山的同行把事件形容为 就像一个小动物的旁边 看着一个大象被视学者撕咬 那等等 反正呢 这个情况呢 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 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 我们都这个了解所发生的这个事件 那么这件事件本身呢 其实就是要告诉大家 那么随着电动汽车这个产业的发展呢 它的上游资源的争夺战 不仅仅是在原产地 还在伦敦金属交易所 在金融领域 在期货交易领域呢 都发生了一场又一场的大战 每一场战役的胜利 或是失败 都会关乎到汽车产业变革最终的结果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 我们看到 中国方面的优势呢 依然是难以动摇的 因为中国主导全球锂电池的供应量 无论是在加工工艺 还是在核心科技 在专利的掌握方面 那么中国呢 都掌握了过半的控制权 中国矿产资源收购的 这个啊 笔基塔矿山 是众多的项目之一 那么在过去两年 中国公司已经赤资超过10亿美元 在津巴布韦收购和开发 里资源项目 电动汽车销售增长的减速 造成了原材料价格的下跌 不过呢 我们也看到 澳新银行的大宗商品策略师 海尼斯和库马里呢 依旧看好 涅和孤和里的长期前景 特别谈到 在未来五年 供应量仍需要增加1.5倍至3.5倍 这样的目标并不容易实现 就如同我前面给大家看到的表格 对吧 这个未来的需求增长 无论是按照区域 还是按照行业呢 都是增长速度飞快 你说 终端产品增长如此快速 它的上游资源 必然也需要大量的开采 全球电池联盟 简称GBA的估计呢 从矿物开采提炼 到电池的组装 再到回收利用 锂电池产业链的营收 从2022年到2030年 每年将增长超过30% 价值将达到4000亿美元 市场规模将扩大到4.7泰瓦时 那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单位 无论怎样吧 我们纵观整个的产业链呢 中国大陆的确是领先全球 也主导了电动汽车生产 电池制造和原料的提炼 占据电动汽车供应链的大部分 中国企业还从许多蕴含 丰富关键矿产的国家 获得原材料 前面我们所说的 钢果的菇 印尼的涅 和阿根廷的锂 都是非常明显的例子 那么电池的负极材料 石墨的生产和出口呢 也牢牢掌握在中国的手中 占据全球总供应量 超过65% 那这样的一个 这个全球的控制权部分呢 实际上中国呢 是非常的稳健 我们看到画面当中的这个图表呢 它就展示的是 2030年之前 那么锂电池供应链营收 超过4000亿美元 这样的一个市场规模 从2022年的850亿美元 到2030年的4000亿美元 这增长幅度呀 接近5倍 也就是说呢 在七八年的时间里面 这个增幅呢 翻了5倍之多 那么我想呢 这样的增长幅度 就反映出终端需求 和市场供给呢 持续就是 供不应求的一个大格局 那么在细分的方面呢 在这张图表的右侧 我们能够看到 从总营收呢 从把它划分为 像这个采矿 那么精炼 活性材料 电池 以及呢 电池组 还有就是回收再利用 我们看到这不同分类的数据当中呢 这六个细分领域呢 无一例外 任何一个指标上 中国都是绝对处在领先位置 在采矿方面 中国占据了三百四十亿美元 总市场份额当中的一百五十亿美元 接近一半 中国占据了精炼方面 五百二十亿美元的二百二十亿美元 也接近一半 那另外活性材料 总的是一千一 那么中国呢 是五百四 这个的比例呢 也接近一半 那么电池方面 一千两百一十和五百三 那么电池组七百四三百四 回收再利用 一百三和六十 基本上中国占据这一市场各个细分领域 供应链上下游 所有环节 接近百分之五十的市场占有率 而紧随中国之后的是欧洲方面 这也难怪呢 这个欧洲呢 始终是全球的 这个汽车的一个核心的地区 所以呢 面向电动汽车转型过程当中呢 欧洲也是在新能源的锂电池方面呢 也是早有布局 所以他大概的数字 放眼望去呢 大概是中国的三分之二 中国三分之二 中国占据全球的一半左右 那么欧洲占据中国的三分之二左右 而美国占据欧洲的呢 大概是一半 一半可能略多一点 可能是五分之三 这样的一个水平 那世界其他地方呢 大概占据美国的一半 大概是这样一个划分 总的来说吧 在这个锂电池整体供应链方面呢 中国的这个核心的地位呢 是毋庸置疑的 这张图表呢 反映的就非常的清楚 我们说呢 谈到这里呢 就要谈到中美两国的科技博弈啊 在过去我们关注非常多的 总是在这个AI啊 芯片啊 CPU啊 GPU啊 这些方面 实际上呢 电动汽车 锂资源电池啊 等等这些方面呢 也是一个重要领域 还有就是 中国对石墨实施的出口管制 其实也是在反制 欧盟和美国方面 特别美国针对中国的科技战 科技的手段 我就不用多说了 欧盟方面 不久之前呢 这个芬德莱恩宣布 要针对中国的电动汽车 展开反倾销调查 或叫做这个反补贴调查 而中国方面 当然要手中有工具 手中有手段 所以就开始针对石墨 实施出口管制 中国对石墨实施的出口管制呢 主要就是反击欧盟方面的 针对中国汽车 这个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 那么美国方面的扩大芯片 净利的出口 那么中国主导着电池技术方面 前面我们所看到的是供应链 它的占比 它的规模 那么另外一方面的实际上 中国还拥有超过一半的 电池方面的专利技术 那这一点呢 也是非常核心 中国的标志性的电池企业 当然是宁德时代 宁德时代呢 是非常受人关注的电池制造商 它与很多家的汽车制造商呢 都签订了长期的电池供应合同 也是全球最大的电池供应商 那么宁德时代这家公司 之所以能够超越日本的松下 就是因为宁德时代 掌握了核心的技术 同时呢 宁德时代也获得了大量的原材料 就是前面所说的 什么链呀 链呀 矿呀 这个这个 钩呀 这些原材料 而且呢 宁德时代 凭借优厚的激励措施 和有力的营商环境 就建立了自己的优势 扩大了自己庞大的电池产能 那么与美国和欧洲的同行相比呢 中国电池成本呢 它的优势要高达30% 这一点呢 和中国牢牢控制着整个电池 上下游供应链呢 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对吧 因为我可以在每个环节 都能够让它价格降到最低 我们看到根据GBA的估算 从现在到2030年 全球至少需要再建120座 至150座的 里的这个电池工厂 才能够满足市场的需求 所以我们才看到了 全球除了到处在盖芯片工厂之外呢 其实电池工厂 也是最近这几年呀 到处是分起云涌 哪都在盖电池厂 原因就在于这里 我们前面看到的图表当中 所反映的市场需求的变化 到了2025年到2030年呢 中国将占据全球锂电池供应链 总营收的45%至40% 那么最近一系列的监管变化 及供应链在地化的趋势呢 将推升欧盟和美国的占比呢 也会得到提升 特别我们看到 宁德时代呢 也到欧盟去设立工厂 宁德时代也到墨西哥 去设立工厂 中国的国宣高科 也到美国去设立工厂等等 这些做法本身呢 会让整个电池生产呢 按照整个的这个下游的需求方 比如说各大汽车厂商就地取得 因为电池的重量是很重的 如果长途运输呢 它的成本呢 也是比较高 另外一方面呢 中国电池的产量 要想能够拿到稳定的汽车厂的订单呢 贴近整个的这个 比如说欧盟的汽车厂的聚集地呢 那么这个对于中国的电池 全球的扩张呢 也是有帮助的 另外我们看到 美国方面呢 在通过了一个法律 叫做通胀削减法案 那么目的呢 也是要增强自己 在新能源 在电池方面的综合竞争力 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这个报告 美国去年所通过的通胀削减法案 那么正在凸显出 电池行业的全球化趋势 各国竞相建立 在地化的垂直整合供应链 那么这一点呢 也是和我前面所说的原因呢 也是相关的 美国这样一幅法案 涉及了5000亿美元支出的一个法案 为了购买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所制造的新型电动汽车 那么提供最多7500亿美元的奖励 当然我们知道 美国的这些奖励措施呢 激励措施 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和条件 那么要获得这里面奖励的一半金额呢 电动汽车的厂商需要在北美来组装它的电池组物 要获得另一半的奖励呢 电池当中使用的一部分的关键矿物 必须来自于美国所签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 换言之啊 美国在为它的产业发展当中所附带了各种各样的条件 根据这一系列的细则呢 实际上很多其他国家的厂商呢 根本就拿不到美国的补贴 因此呀 美国方面的这个做法本身 也招致了日本韩国等很多国家企业的一个反对 毕竟他们认为美国的这些措施本身呢 是图利其国内的厂商 没有实现所谓的贸易公平的基本原则 但无论怎样吧 我们看到在全球化的这场赛局当中呢 美国当下的这些举措 它的这些努力呢 实际上已经动作是比较慢的 那我们必须有一个很客观的认知 那么在过去呢 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比较好 我们看到了这个资源的占比 对不对 孤在钢国占据比较多 那么这个涅呢 在印尼占据比较多 里呢 在非这个南美洲的国家 占比比较多 对不对 那咱们中国呢 主要是从各地来获得这些资源之后 来进行金加工 那么这个加工本身呢 涉及到各种工艺 各种技术 各种专利 那么加工之后呢 又给了中国的这些 具有庞大产能的电池厂商 让他们来生产电池 生产之后呢 中国的下游的 这么多的这个造车新势力 这么多的汽车品牌 这么庞大的汽车市场 都需要使用这些动力电池 所以啊 中国的这个供应链 从源头到最终的这个生产加工 再加工 再组装 再生产 反正呢 整个过程搞下来 每个环节都能够 被中国方面的牢牢控制 所以啊 我们看到当前呢 在全球科技博弈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不仅把眼光只放在 什么芯片半导体方面 那么中国方面呢 也有咱们自己优势的地方 这一点呢 我们啊 客观的看客观的看待 我们既不妄自菲薄 对吧 也不呢 这个啊 狂自大 我们呢 就实事求是 客观看待 这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呢 我们也看到 美国方面的一些智库报告 非常清楚的认知到 美国的汽车产业 前段时间不是 这个汽车工人大罢工吗 对不对 搞得美国几大车厂呢 一个头两个大 但是呢 现在普遍的分析认为呢 美国拜登政府 在新能源汽车 在动力电池方面呢 必须选择和中国之间合作 否则呢 美国汽车产业 想要进行电动化趋势的转型呢 根本就是肯定失败 不可能取得成功 这是当下呢 我们说 中美两国博弈啊 包括科技博弈之间 有很多交易 很多可以谈的地方呢 原因也在于此 如果你处处都不如别人呢 说实话 别人也会把你 直接卡脖子 卡到死为止 正是因为 你也有一方面啊 一些领域呢 掌握着自己的优势 那么大家呢 就有谈的空间 这就是在国际社会啊 当你有了实力 就有了和平 当你没有实力啊 恐怕你的和平 光靠祈祷呢 也是祈祷不来 这就是现实情况 其实何止是美国方面呢 即便是欧洲地区呢 对中国的电动汽车的 整个供应链呢 也有很大的依赖 这就是为什么啊 这个宁德时代 在欧洲要建立庞大的 电池的供应工厂 那么这一点呢 我想对未来和欧洲的厂商之间的合作呢 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啊 这个市场的利益所在 欧洲呀 也是一个比较发发达的地方 那么他的购买力啊 老百姓的消费能力也比较高 所以呢 中国汽车未来进军欧洲 或是呢 中国的电动汽车上游供应链 进军欧洲呢 其实这都是一系列的这个铺牌 那么正在展开 那么全球化的合作呢 啊 与分工与竞争都会同时的存在 我们今天为大家就介绍了 在新能源 在电池方面的一个 全球化的基本格局 而结论就是呢 中国无论是在技术 原材料 供应链 生态 每一个环节都占据着主导位置 我们希望呢 在这一方面呢 未来中国的地位呢 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以上就是今天和大家所分享的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